要不要摸其他地方 不是 你这个长相你觉得别人会骚扰你吗 就是的 你告的都立不了岸 我都没骗你骚扰他了 饱了 现在女巫不知道吃到的是吧 不知道 女巫自己吃到是不知道的 除非他有解药 有解药的时候是吃到的 解药用了就不知道 自己吃到的挺好 自己吃到也不知道 天黑壁 改柜子 我看过 这个方向没有反光 这是没反光吧 龙哥你把派的放旁边 天天反光龙 天黑壁大家都趴着 我有洗到保护对吗 没有 因为太多人进来了 这我有吧他们都没有 小姐我们两个关系 行就凭你刚才挨压的一下 就手搭保护了 哈哈哈哈 我不要 我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来天黑壁 在这女巫会开药的 我是一头普通村民 来 狼起 女巫那么好 好 上把的演员表示 148 超马 哎呀我没看到 哦确认币 女巫 怎样 一头 好 我不说 我把眼神打到了 lio Çi 2 3 2 7 原家B 天啊 精神警长 现在415号发言 5号没有 这边 这边没人上你 到我了 对啊 开空间哪一家 123 二边 不是个好人啊 那好人 我被这个发言讯息搞得有点些紧张 因为没有编辑好 我本来有很多的话语 但是那个部分刚刚打开 还没有激活 所以 没救我 什么东西 不要对话 我就 不乱搞 好吧 如果有PK的话 我会投上我自己一篇 如果没有PK的话 按摩能处 因为我听不到任何话语 多了 下一位 12号玩家 先酒再七 先酒再七 还好我第一天没有愿望成了 还选紧 对吧 就是今天验了10张牌 只是一张精神牌 为什么验10呢 因为 10张牌 是要月价牌 可是他保了我 我却听不懂他的发言 我认他一张2张牌 结果 那我想了 好了 这局验了10 14张好人牌 他可以接着我带 对 如果是张狼牌的话 那么 因为他在我比较旁边的位置 这样子 我会让他先发言 所有的好人能够听过他的发言 所以我就去验了10 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本来想念王成龙 因为上局王成龙和Harry帮我们找到了一张顶狼牌 可是我想想王成龙很喜欢上井的 万一他是张狼牌 汗跳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我就没有去验2 且时上局是莫张预言家牌 这局如果莫张狼牌也没有力气汗跳了 所以我就去验10的 好吧 警会再重复一遍 先酒再七 过了 我都不好意思 那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大家你把我掏了 我也你不要我 我去验了你 对吗 不是你能精神的知道我是一张预言家 后面还有人吗 选了吗 选了吗 选了呀 那就先验3 再验4 对吧 那么很简单 你凭什么知道我是一张预言家呢 一定后面有消息 对吧 先验3再验4 警会留报好了 很多天我都要睡好 插下 好吗 唉 需要牌 哈哈哈 因为我们 我我我我现在不知道 几八我身经病 我是个预言家 随便随便随便好吗 我们好好再弄我们 我也不想 因为别人汗跳来 基本上我不会对他那么客气 就因为你汗跳我们 我很客气 对吧 就这个过了 先3后4 3后12 干嘛12后玩家汗跳出局 我现在正宗的和你们说一遍 本集游戏开始 至现在开始 不准和我预言家有任何知己上的接触 好吗 过了 3后 3后 3后原家 我不知道 2后12是干什么的 对不起 3后原家 不知道2后12是干什么的 就是 这两个人都做不成那家 我一定适当真的牌 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吧 我先把我的验人好吧 昨晚验6号 6号天4 适当茶沙牌 因为很简单 就验他 我是最 就我当年家的时候 最喜欢验那种 就是让大家能分辨出来 我是不是真的验家的人 对不对 那开刺设的狼 总会发现爆炸 他是个好人 对吧 是个精锤的话 他也是能够证明我身份的 所以我 去验一张开刺设的狼人牌 也符合他狼人一段不上井的 这样一个作风 那12号做不成呢 是因为12号 12号说了句什么 他认为王宝宝会上井 所以不验 那我如果是人家 我反而会去验一个爱上井的人 对吧 那么如果我验霜精髓 我给井后发精髓 那么我的可能性度高一点 那王宝宝这张牌 就根本做不成了 对吧 他全手发了一张 他说12号是茶沙 他又说12号是汗桥出局 所以我觉得他发言逻辑的不好 我3号一定是要真人家派 井后游呢 有两脊梁给我汗桥了 刘都不想游 有个龙哥本 摸在井上吗 我井底下不会跳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个人在跳了 对吧 我先留个龙哥 然后再留个 嗯 10号是你精神 那把10号放进来 好吧 就是4号和10号是我精神 哦现在10吧 10张牌不是很放下 现在10天4 昨天晚上6号是我查查牌过了 我们这个阳城湖局 什么时候狼人玩得这么蠢了 3个语言家跳出来 那我最喜欢了 呃 挨个粗 对不对 3个都不要 保证两郎叫一个语言家 我是叫女巫牌 昨天晚上我救的是谁 我现在不说 反正我晚上直接就读一个 嗯 出了顺序先出谁啊 先出王宝宝 我觉得王宝宝尚是一张狼人牌 发言这么软 上一局 不就是因为我发言 偏软偏短一点吗 对不对 你跟我发言有点 有点类似 先出王宝宝 晚上我把3号读了 然后12号 你就白天继续推 白天推王宝宝 然后晚上我读了13号 读了3号 再上一个白天 12号你报完一天验人 你都会到了 我们保证一个狼 一个语言家 两个狼 全部走人 我们好人俱赚 好吗 嗯 6号 6号是茶沙牌 万一你被我读了 是一张语言家牌 放心 我帮你做主 我帮你把6号推出去 好吗 昨天晚上我救了谁 我救了 我救了4号 好吗 我救了4号 我试一张牛排 我试一张牛排 你们不退水 就挨我读 因为我肯定要 保证 两张狼人牌出局 然后 可以 可以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只是问一下 我 警徽给谁啊 因为 在你这张狼人牌 没跳出来之前 我觉得 12号像是预言一下 因为 9号警商发言也奇差无比 就是 上一盘我拿狼 发言比较软 对 没错 就是你 李锦 前四月发言我没准备好 你像是没准备好的人吗 你越是说你没准备好 你越像这狼人牌 所以12号说 你闹了个什么 什么东西了 你闹了什么 4号玩去 9号玩家自爆 你们可以 来自爆 来自爆 对我说 爬下给我 爬下给我 爬了什么你 我没搞懂 你闹了什么东西 哈 没有我说 聊我 老子好不能想做个好人 哎 别别 点到功能都没有 来 全部给我爬下 狼琪 狼琪 三奶油什么情况 平安夜 号码 全身币 牛 牛币 牛 狼琪 狼人请经验狼人宝宝 我看她 确认币 牛 琪 他死了 解药用吗 毒药用吗 确认吗 确认请币 冤家琪 冤家币 天亮了 竞选紧张 退学 退学 先开始投票 3 2 1 12号当选警长 宣布死亡结果 1号玩家倒牌 不可以抢先发言 只能顺句位 思作思诱 我能选择是吗 对的 那思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发言 是我发言了 再先验11吧 先验11 再验 先验11 再验5 好吧 为什么抱两天井回流 因为跟我汉超的玩家 他没有倒牌 我永远是抱两天井回流 关了呀 明白吗 不要说为什么我一装语员加牌 星探那么好 就是因为2号没有倒牌 我还有一丝生存的空间 那我能验到谁就验到谁 所以先验11再验5 为什么要先验11这张牌 因为11这张牌是第一个发言的 对吧 是最不可能被你们扛退的一张牌 那么这张牌才能够进入我晚上的验人轮次 那个昨天验了7 7是一张茶沙牌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 为什么2这个时候要起跳一张御人家牌 因为虽然我第一天验了一张精神牌 但是我井回流是两郎 记得我井回流吗 先9再7 对吧 为什么是先9再7 因为9号这张牌在井上支支吾吾的 我觉得它状态不是很好 且它没有跳出过身份 然后为什么我昨天一直去聊2这个位置 对吧 因为我晚上的确是想验2这张牌的 但是2这张牌一直是上井的 如果2上井发言在我前之位 因为它如果是我验到一张茶沙狼牌 是不是我后桌去茶沙它潜之位就不划算 所以我去验了井 就是最不可能第一天上井的人 对吧 如果验到好人我可以拉票 如果验到狼人 他也没有机会再看跳御人家 所以我去验了10 对吧 那么10是我第一天精神 然后晚上是呃 然后第一天9字吧 7是我第二天的茶沙 明天晚上我先去验11 再去验5 好吧 我希望大家帮我把第一天的茶沙 第二天的茶沙7号走了 嗯 3这个玩家 第二天退学了 且7如果焊跳 2如果焊跳茶沙我10 就我觉得3这个玩家是可以 凭他的发言和他的行为大家去聊的 所以我把他这张牌先放着 况且我今天有张茶沙牌走 我就不想去聊3了 3毕竟是退下去的 2是跟我刚刚在街上 哦对女巫还有毒药是吧 哦那女巫可以帮我走了茶沙 然后毒了2 好吧过 好我发言 嗯 我是像好人牌 对吧我是不怕硬 那我的建议你是不要验 因为你的眼里已经 有三张老牌倒牌了 一张7号老牌 一张9号老牌 一张给你看特的2号老牌 那外之外 你只要再找一张老牌就可以 那作为你四张愿员家牌的幸福 对吧 哎随便你啊你要验我就验我 因为我也跳不出身份 我希望7跳这张身份 好吧 跳不出身份你出局 好吧 因为2也今天推不到 你总会出7了 不可能出2点 有桥山先走桥山了 好吧 建议你不要验我 好吧你如果 不想验我 通过我的发言 你认为我是像好人牌 你到时候归票归个PK 归7和谁PK 我就认为你改验 好吧 我不是怕验 我是不希望你浪费你 因为对你来说只有一张老牌 我是村民牌 好吧 过来金水发言 我觉得这张11号牌还是要验的 因为我是她的金水 我都不确定她是这张预言家 而且你刚刚PK的时候 投票没投 我看到你投票没投 你警察发言 第一个发言就站边12号了 我觉得 就是12号发言 我认为她是一个预言家 因为她说 她验我的心态 我觉得ok了 因为她说 我上了刚刚汉跳过 验我如果茶茶 我不会演起来反响了 对吗 然后她可以找到两张 我觉得这个心态 像一张预言家 包括她现在抢 故意要抢先翻译 因为少郎牌们总归留到最后翻译了 但是 7是张茶沙牌啊 这个牌7 就是如果 因为 9自爆了 对吗 9自爆了 她简慧楼一定是去演7的 7演出来 如果她知道12号是张预言家 7起来还不自爆 就要么2自爆 7自爆 我觉得7自爆 退准还好一点 就是她已经被你查 她知道自己是狼 她还去投你一票 起来还不自爆 那不等于交牌吗 如果她上了牌 这样不是交牌吗 对吧 我就 我听一看7的发言 我认为是要像冤家 但我认为7如果上了牌 这样完 我有点看不懂 如果上了牌 总归自爆了 不知道 反正听7发言 自爆还没有警惠的对不对 过了 摸两轮没警惠 她听上7发言 过了 我是张平民牌 所以说我认为这张11号牌 有可能是大牌 因为你已经认了12号是张预言家牌 过了 爆牌发言 就是说 首先我是 就是 我虽然没投票 但这轮我占拼12号 因为12号 预言家面比较大 第一个就是她验10号的逻辑是比较正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警商2号 在12号 在12号后制伟发言 她反发12号一张查杀牌 我觉得她是一张狼人被迫起跳 在她听到她12发 警惠刘发到97两张狼同伴的时候 她必须得起跳 查杀12号这张真预言家牌 然后11号我觉得 预言家12号是可以去验一下11 为什么 11先之为发言 她和上轮我感觉又一样 她就是支支乌书不太清楚 然后而且她认你12号一张正预言家牌 在金水牌还没有发言的时候 她就认你一张预言家牌 所以说11的可疑比较大 你去验她 就算她一张平民牌 也帮她澄清一下身份 我觉得可能是张庄牌 然后10号 10号问为什么7号不自爆 你想 9号离井安排了那么久格式 说明7号没看懂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7号 看她跳身份吧 如果她能跳出来 跳出来一张什么身份 那后置卫 因为我是张平民牌 你10号也是张平民牌 11号也认定一张平民牌 后置卫 她只要跳身份 后置卫肯定有人拍她 就看7号发言了 你跳身份 你就跳身份 你有身份就跳身份 像后置卫拍 你是狼的话 你就跳身份 我觉得真的 真的那张身份牌 肯定会起来拍你 因为现在神肯定是多的 做了 不是 我7号是一张村民牌 其实我 我第二天起来 为什么选这张12号 因为我觉得第一天的发言里面 12号的发言 要比这张2号牌的发言要好 她很清楚的解释了一下 她为什么念这张12号牌的逻辑 然后2号牌并没有解释 她为什么念这张12号牌 其实2号牌 就是在后置卫报了一张 她的一张茶茶牌 我感觉很假 但是今天这张12号牌 就是先这位发言 报我一张茶茶牌 那我就知道2号牌是一张越野家牌 因为3号牌第二天退水 所以现在2号牌是一张越野家牌 12号跟3号是两张狼牌 9号是一张自爆狼牌 外置卫还有一张狼牌 有可能是这张10号牌 有可能是外置卫的一张其他牌 7号是一张臭命牌 跳不出任何身份 但是本轮一定要出这张12号牌 或者2号牌爆 就是你第二天 你第二天如果验到一张茶茶牌 2号牌第一天是12号茶茶 第二天她的验人 如果还是一张茶茶牌 就你们如果觉得12号跟2号 你们都不想动 那我就我就愿意跟2号出 他第二天的一张茶茶牌 就是如果他第二天验出来 是张茶茶牌 7号是一张臭命牌 且现在就是我是一张有逻辑基点的人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牌是张什么牌 你们现在都说12号是张预言家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清楚 12号是一张狼牌 汉跳的一张狼牌 2号是一张预言家 我想听一下2号报一下 他昨天晚上的验人信息 我站边这张2号牌 2号牌是张预言家 过了 你为什么会跟我说 颈上这个12跟30是双狼 9号自爆 就是三狼上颈 手之位第一个牌呢 然后直接滑水 然后中之位的跳 最后之位的一张古卫狼牌 不耗票 跟我说他又起跳一张预言家牌 对吗 你是跟我说 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狼人配置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太可笑了一点 对吗 而且 就三号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变态的玩家 他可以在井上发金水 也可以井下发金水 也可以井下发沙沙 都能退水的一张牌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得跟君母鱼一样 我的天 哈哈哈哈 他太变态了一点 当然话 你不会 别人杀我呢 我是很怕的 我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我也不怕跳 反正就后续总归我们都是一些神牌了 前面全是名 那后续我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你知道我是一张神牌 我的确是一张牌 带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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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枪 反正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能 刀到我身上 我也不说我准备到时候如果 我也不说我哪一天就是如果我倒牌了 狼人如果第二天刀我我会去带谁 我心里面自有带的目标 那你们也不要妄图说让我去 帮你们去带到好人多一个轮次 对不对 我只能带狼人 你这个二号看起来状态挺好的 有点不太像是一张真的月亮牌 主要这十二号牌发现太好了 对吗 就真的十二号牌发现太好了 她的艳人逻辑和她的侵入历程 包括各方面我觉得 无懈可击 如果她是一张汉条狼牌的话 我愿意再挺她一轮 对吧再挺她一轮 过了呀出七呀还能怎么办呢 出七啊 七套不出身份出七啊 就王宝宝主要是不像一张夜人家牌 再加上确实像她说的十二号的夜人逻辑 包括她的状态太好了 如果她是一张狼牌 我愿意 改投到她的师门下去了 就真的状态太好了 没有办法 而且我在她的警察里面 放屁 刚才嬷嬷摸我 真的吗 我发誓 王宝宝主要打断我发言 我会给你们吃 不合理 点虾半条命 真的不要对我进行性骚扰 真的 我会这样我会很尴尬 快点 这么直前啊我 肯定的现在很直前 然后爬不出狼坑了 首先Trace这张牌 她在被木木炸了一下之后 她的表情蛮好的 龙哥她紧上点了一下李景 李景就自爆了 她这张牌也爬不到 那么五号这一轮聊的还行 那狼坑因为我自己是张好人牌 那狼坑只有你 七号十一号 那木木你自己聊一下 没有你只想不行我不知道 所以说今天就出你七啊 就是说你七 就顺便就是你七 然后 嗯 宝宝你要不要吃到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特变的了 就你怎么变就是初七的了 过了 这局只要你不是一张倒戈牌 我们肯定能赢 对不对 初七啊 嗯 先比戏一下你二号跟李景 哎呀你们来老人发言 还不是这么软 哈哈哈哈 所以说 我我现在要 我现在不能发言特别 阳刚正气了 否则以后我拿狼人怎么去装这个 这样状态 挺难装的 这肯定出七啊 就是你们可以想想看 反正自爆的一张牌 也就是说如果十二号是狼 他场上只有三智郎 三智郎他有这么个自信 直接爆一张茶沙牌吗 他就不要七号这一票 如果十二号是张狼人牌 他就爆外置为一张精水牌 拉一票 这样他们至少有大概就是四票 可以出人 包一张茶沙牌 他不要命了吗 他就这么有自信 一没有撞到钢板 二他的票肯定就就能够领先吗 对吧 王宝宝们 你们顺之无处决 女巫直接开读啊 所以嗯 因为现在我觉得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站这边所以十二号预言家拿到警飞 直接跳身份就行了 我们警飞领先 我不是一张女巫牌 我跳女巫就是想把前面三张牌当中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这个两个狼人出来送吧 要把那张另外一张牌给炸了 但是三号你是我跳一张女巫牌 我说要赌你你都不要退学 不知道什么什么意思 你跟十二号关系就这么好吗 愿意为二号去死吗 三号你自己好好聊聊身份吧 然后我建议 你验一下八号 或者验一下五号 只要五号不是一张造狗狼 十一号我个人觉得他不像张狼人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十一号如果是七号的狼同伴的话 他知道他的狼同伴已经被你查杀了 自爆一只狼 他是厂商的家乡这张狼 他产生最后一只狼 他最后一只狼就拼死挣扎 他就说我不信你是张冤家 我要撕你张警徽牌 而不会说你不要来验我 因为我是张好人牌 因为即使你不验他 下一回合他也有可能还是在康存位上 还是要排水出的 所以十一号如果是最后一只狼人牌 他就垂死挣扎 跟着七号跟着二号 枪撕你警徽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不像是一张狼人牌 那你知道金水怀疑一下十一号 八号是跟着你这张金水牌去怀疑 怀疑这个十一号 所以你可以验一下八号 然后除非五号倒勾了 五号这个人天天玩倒勾 然后不算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就站这边被别人牌倒勾 站这边就拿个空白 过了过了 当我发言 就是我先解释一下我自己的行为 好吧 我就比较喜欢炸开一张牌 因为开的时候反应很有气 如果它是让狼人牌呢 它总会被炸爆炸 对吧 它是让好人牌 它的反应会比较明显 那我认为我的发言区 可以定一张牌的身份呢 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我在井上的一个行为的解释 好吧 那井下我确实12号的状态是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井上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首先我认为我撬的还算蛮真的 对吧 然后我也盘了你们两个做出名言家的点 然后我报了一张茶沙牌 写一张牌没上井 它没给我什么回应 但是在龙哥下一个位置发言的时候 直接就把二三全部拍进狼坑了 写李井那个时候自报 就是我觉得李井自报 其实让我不是很想得通的一个点 就它自报有什么收益呢 对吧 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到 他们的四号狼队友已经打入了 铁道勾团队对吧 他在井上直接就站边了真原家 所以李井开心的自报 什么 因为感觉这个二号大概也是发言 发不过这张十二号牌的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这是我能盘出来一条逻辑 而且因为龙哥发言有点怪 就是我认为我跳的还算比较真 对吧 我也发了一张井下茶沙 龙哥在这个位置直接就站边十二号打 说什么二吃毒三吃毒之类的话 那么你没有跟我说 那你站边的逻辑和理由是什么 你只是告诉你站边了 就是在你的视野里 你这十二号的视频 家是很清晰的一件事情 那十号精水今天都发言了 他说他作为一张精水牌 他都没有办法站边 但是我不知道龙哥 你下轮可不可以告诉你站边的理由 那你一直说五号倒勾 我觉得那你是倒勾爷的 你是倒勾的这个祖师爷 对不对 那要验可能也是应该你这张牌要吃一验 对吧 那你如果验顺上精水牌 我这张牌归你看着 这么发言还可以 对不对 那十二号我认为这张四号牌是我放不下的牌 因为他顶上就告诉我 他轻轻稀稀的从三个年载当中分辨到了真的圆诈 好吧 那么请二号表演 这个我觉得 如果我给你们打招菜 你们又说我发鼻子 虽然不发鼻子 我就觉得你们有点low 先十一号说 初七 对吗 你认为他是个预言家 十认为他是个预言家 八认为他是个预言家 因为七查杀了 他认为我是个预言家 六也认为十一 十二是个预言家 五说 这个人也是个预言家 对吗 要初七挑不出身份 要初七嘛 那个顶上跳一个女巫的四号同学 他说 疯狂的嘲讽了一下狼队 然后说 初七 然后木木 顶上跳一个预言家 也说 你第一天不查三六嘛 不出六了 也要初七 这个死掉的人也要初七 我是一张狼人牌 我就把三个全体打招勾 不是因为我自从我上次我就跟你们说了 我从预言家开始要用这么乌龙乱语的发言来改 来融化你们 并不是要骂醒你们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纯 因为为什么呢 那么全世界都在编他了 那我不知道干嘛呢 我跟他编什么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 因为他是在井上的时候 他说他要来验我 那么我是个预言家 我正好验了他 因为狼都跟我说要来验我 但是我这个预言家 我觉得我不太厚的 我说我是不是验了他 我觉得不太厚的 然后我就跟他跟我说 我验了你是个茶沙 那你出局 那么现在场上已自爆了一个狼 那场上只有3.5个狼 对吧 他是一个狼警 那我要需要拉到四票 对吧 因为自爆了一个狼 场上有3.5个狼 那七一定是跟着我投的 那我有两票 而你这个猎人能不能稍微醒一醒 这个人警商抱了你一个茶沙 而他是我昨天的茶沙 我今天都不用理会他 为什么要验他 我说了 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精准的报到我呢 对吗 不是 我的逻辑完全正确 然后他抱了你一个茶沙 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拉你这一票 我恳求你能不能帮我投一票 因为我拿预言家的时候呢 你但你永远是一条神牌 但是 我是三位神友 这个智能永远不对着我放 对吧 然后当时预言家 你是张首位 你跟我说打轮自我吃的小女的 秀操作 结果把我秀奔了 对吗 那你麻烦你跟着我投了一票 这个5号 我就不遗语评论了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神仙 你是狼 你就坚定的冲我 那现在3和12两张狼人牌 是一定会冲我的 那他 他的那张狼人牌在井下 看到他两个狼同伴被我查杀了以后 他一定会 一定会这样 冲我 而你10呢 我认为你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 因为你叫这个预言家去验11 但是你也不会给他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你说我再听一下二的发言 如果 如果 现在如果是个狼人 这个死掉的1 我就不多 对他进行评价了 因为他已经人之死 对吧 身份是好的 因为我拿张愿家 实在有太多 太多的人会战斧队 然后有太多太多的神牌会去战斧队 所以呢 我不一一的去点评 那个11呢 哎 他们后置卫都说你是个狼人 你作为一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因为后置卫的狼都说你是个狼人 他们就在敲敲敲验你 对吗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但凡有一点尊严 就应该跟着我去投票 因为他们都说你好人 因为我 他们都说你是个狼人 而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对吗 我是一张预言家的牌 你不要像是对着我看 对吗 刘奥隆这张牌 我就不想和他多说了 因为他锦上敲了一张女巫牌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倒牌 我不去评论这张女巫 刘奥隆他是一个 就是有着超高人气的狼人沙主播 他战斗队的次数多得不得了 我手指加脚指也不够来数 所以他进行任意进行战篇 就是他的事情 我没什么话好说 那本轮三是我的一个查杀牌 我恳请你们好人回头 对吗 你们要去初七 我真的对于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们我都没有发言 你们都已经把舌打成像铁人院家了 我也很难和你们啰嗦 对吧 本轮请三号外加出局 他是查杀 好吗 我就拉你十一 七 那个猎人是几 六 还有我 就我们四票 我多一票我都不要 多一票我都不要 哎 你们是个好人 看不清楚形式 能不能把手放下来 就是你也不要爱巴 对吧 你是个狼人你就冲 你是个好人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因为对于我来说实在太艰难了 因为我第一天验了十二查杀 第二天验了三四个查杀 如果我要去冲十二 你们肯定跟我说我是个狼 对吗 因为为什么我要去冲三 因为三也是我第二天的查杀 我把十二冲了 我一定会去死 对吧 三在井上 看十二跳不过了 去跳了一个预言家去抱的六查杀 这个六 但凡是点好人 来来去跟着 跟着十二投票 我也以后 我也轮轮起身抱他一个查杀 我好人去抱他查杀 三十张查杀牌出去 好吗 就这样 十二汉跳了 来 锦辉流我就不需要抱了 我自己骗自己 锦辉流我就不抱了 好吗 来来来来三跑 请我归票 请我归票 七八PK 请我七八PK 先手投票 三二一 这游戏能不能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两票 能不能变票了 我投出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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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七号 三号 两票 七号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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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抱我查杀 不是说了吗 抱他精髓呀 等拉拉票 我们把二先抽了呀 还抱我查杀 不是 那这样我们怎么打 不打好格式了吗 抱他一个精髓 我们先把二出了 哎呀 好 会不会打 不不不 哈哈哈 太假了 什么厉害的 哈哈哈 天黑 你闭眼 来 狼人请睁眼 给我个号码 确认闭 鱼请睁眼 这个玩家导牌了 解药用吗 毒药用吗 确认这个号码 确认闭眼 冤家请睁眼 冤家请睁眼 然后白痴请睁眼 白痴请睁眼 枪牌请睁眼 你的开枪手势是这个 枪牌请睁眼 天亮了 六号玩家倒开 咣咣咣咣咣咣咽咣咣咣咣咤咣咣咣咣咣咣我也纬手势 对的可以是 你有大概400秒左右的考虑时间 还不能翻译 不是 你这5秒钟的时间考虑翻不翻牌 1 2 3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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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哈哈哈 好 哇 炸亮啊 大家看什么是炸的 但是大家都不要 不要 不要 衍生户队不要有 请你们都看一下你们自己的号码牌 不要看一下6号玩家 如果你们再看下6号玩家 我认为你们在 没事 不要看我 我就想 我就首先 我在想要不要 闭嘴 我不能说话是吗 所有玩家看向自己的号码牌 什么都别看 不要跟6号玩家 别听着我 行不行 再听着我 哎 你也不可以听了 看号码牌 你什么东西 你是一个 这是规矩吗 看这个号码牌 不是规矩 省的场外 省的场外 因为有的人 就那种隐隐窃窃的眼光看着你 怎么戴毛 就是戴不下去 就像那个王宝宝刚才那个眼睛 你有烟吗 不是 我只是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不是说 你想想 我还以为他有 牛和白痴的吗 哈哈 天啊 11号反正是一张名牌了 八号是整个面 这些人怎么喜欢刀我 给我做难题 哈哈 学二 那就 你害我吗 上十一話給我 四包 哎呦這個狗 殺屌 四包 他戴十一號我能四包嗎 請問少帝我能不能四包 我能不能四包 四包 四包 來狼啟 起個腳就是他 來狼啟牛啟 這個玩家找牌的蝶要用嗎 毒要用嗎 確認嗎 好鼻眼月家起個個號碼 人家B 天亮了 十二號玩家移交警徽 你們能不對話嗎 我出去了 警長組是發 你們沒有警徽 那就隨機發言 看時間吧 我四六 六 六號沒有八 八 反好發言 就是說 我也沒什麼好 這個槍實在是 我看一下 十號一定是一張好人牌 十號是好人牌 我自己是好人牌 他留的警徽留是留的十一和五 警徽撕掉了 那出五 那出五 他出五 哎 他留的是十一和五 看一下筆記 他剛剛應該是驗了兩輪人吧 應該只剩下自爆兩頭狼 出掉了一匹狼 自爆兩頭狼 出掉了一匹狼 就七號不管怎麼樣是匹狼了 那只剩一匹狼 十二號留的警徽留是留的十一號和五號 那十一號肯定不施幾頭狼 如果他施幾頭狼的話 肯定遊戲就結束了 那他 他剛可以驗兩種人 肯定是驗了十一號 然後驗了五號 如果五號是這張精水牌 他肯定就直接飛給五號 我們外出也在找 對吧 那這輪出五號有什麼好說的呢 就是我覺得十號這張精水牌 已經能聽懂我的發言的 這輪肯定是出五號 對吧 我們還剩幾個人 一五 十號八號 五號四號三號 五個人 我們出五號 對吧 沒什麼好說的 除非這個預言家 不按他的警徽留驗人 那不能怪我們這種平民牌 對吧 怪預言家 我們現在讓預言家的裸體來打 過了 這個牌我認為 八應該是個好人 因為他警徽留應該是五 他最後歸的是七八PK 對嗎 然後他警徽撕掉了 就說 因為已經三郎走掉了 所以一定場上只有最後一郎 他的警徽留 因為他特地說他留了兩天 如果說他驗出狼的話 一定把警徽交給另外一張牌了 所以他應該是驗到兩張金水牌 對嗎 我是這麼認為的 那我底牌是張平民牌 其實場上最後一郎也不一定熟練啊 就是槍已經開槍了 預言家走了 還有一張女巫牌了 對吧 沒有雙死 還有一張女巫牌在場 我認為龍哥做不成那張狼牌了吧 呃 我覺得三 像你們打四挺奇怪的 雖然三是二的恰殺 但我認為三像一張狼牌 我認為三發現像 去聽龍哥去定義吧 我覺得龍哥 不可能吧 南昌跟東高警察這麼表演啊 結果南昌自爆東高還能是個狼嗎 我認為不會是狼了 而且我認為三不太好 我覺得八應該是個好人 就你們三個人 有女巫有跳女巫有白痴跳白痴啊 對吧 我上平民牌 出誰呢 我偏向於出三棍 三號發言 再增水 搞笑 就是二號昨天報我一張茶沙牌 對嗎 他報我一張茶沙牌 且他拉了半天票 他是想我這張三號牌出局的 那我三號牌 一定做不成這張狼牌 且呢 我如果去作為二號的狼同伴 那麼他確實跳得蠻爛的 我出來跳 那我有必要把手放下嗎 你給鏡頭 對吧 要放下應該是這張二號牌把手放下 我去跟這張十二號牌鋼的 對吧 是不是這樣一個道理 那你說龍哥 你說你覺得龍哥是一張好人牌 那那九號自爆的意義在哪裡嗎 那鏡上那麼多焦點牌 我是一張焦點牌 二號是一張焦點牌 是三個原家起跳 對吧 前面還跳一張女巫牌 九號自爆 讀又讀不到他身上 你不是都說要讀我們二十三對吧 所以我覺得 你的邏輯是有問題的 他自爆一定有最自爆的收益 他是一張精水牌 所以我只能跟你好好表標準 你是一張平民牌 我也是一張平民牌 對吧 因為到現在我不可能亂穿身份 我是一張平民牌 那麼你們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一張平民牌 那名坑已經就是差不多了吧 我看他們到一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戀人走了女巫走了 對吧 那我上名牌最多還有一個名坑吧 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一號是一張平民牌的話 那我是覺得這張四號牌放不下 因為你認為他在景上接鑽十二天 對吧 那因為 而且你說八號既然是一張好人的話 八號不告訴你的景徽流是這張五號牌 我要聽五號聊一下吧 因為他的景徽流流完了之後 因為十一號說了 你但凡最後說一個 因為七號茶沙嘛 但凡說一個PK 你就不驗這張十一號牌了 是不是這麼個道理 那他一定最後沒去驗那張十一號牌 他驗到一張茶沙牌 那你覺得什麼位置遭驗呢 他已經說了他聽我的發言 就定義我就可以了 他不會來驗我 那麼試驗的一定是這張四號牌 要么是八號牌 要么是這張五號牌 所以你要把我這張牌認起來 我們才能繼續遊戲 對不對 那麼龍哥你發言吧 我想聽你今天要不要出我這張三號牌 好嗎 你能不能認起來我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我覺得景上龍哥站隊站得太奇怪了 因為龍哥我們現在已經 對吧 我們都是要排水出的人 所以你這個人 你要告訴我你在第一天 我們這些發言的情況下 你是如何認出十二號的 你一定要告訴我 不然我這票我也不管金水說什麼 我可能就會投在四的頭上 過了 首先我只能認一下八號的牌 因為我們講的邏輯 就是他預言家說了七八PK 那麼彈幕還在說你十張查殺器怎麼七八PK 但是這是我們的一個小技巧 因為預言家應該是聽了我的建議 他去驗了八號 對不對 那麼八號 他把警徽撕了 那也就是說驗了八號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我們場上只有最後一個狼 對吧 驗了八號是一張好人牌 他還驗了一張牌是一張好人牌 那你就要想 以預言家的視角他會去驗誰 如果是驗五號的話 是一張我們所謂的一張 從那天就開始軟戰鞭 把倒勾的一張牌 驗三號的原因是因為 王寶寶臨死之前 他已經還要爆三號一張查殺牌 如果二三是雙狼的話 他臨死之前最後做自己一個狼同伴 把他做身份做高 因為他是查殺三號 我們永遠排不到三號 我本來以為你會用這個邏輯 來說服我們你是一張好人牌 但他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 所以我就無法定義這張牌了 我現在 那這樣吧 反正場上你們也不知道 刀神好還是刀明好 我十號八號 我們三個人互穿衣服 我們愛穿什麼衣服穿什麼衣服 哪怕我們這一天推出一張牌 你最後一張狼人牌你也不知道 因為我只要認下八號 狼人就贏不了 我只要認下八號是一張好人牌 你們狼人就贏不了 聽一下五號發言吧 因為你倒勾成癮 前你上輪我就 因為你上輪發言並不是特別好 你如果真的是強占鞭 這個十二號的話 你就斬金截鐵出七號 但是你的發言當中略顯猶豫 所以在我這邊也不是特別好 你們我還是那句話 就是我認你八號好人了 我只要認出一張牌 只要認出一張好人牌 狼人根本贏不了 刀明刀神他們都挺難刀 然後我也失望你八跟十 能夠認下我這張好人牌 我為什麼肯定是一張好人牌 不是因為我把這個李景瞭爆的 而是我第一天井上 我就站邊十二號 因為還是那句話 你說你問我為什麼我能認清十二號是預言家 一十二號他的印象邏輯非常合我心意 四號那個九號那個李景景善發言就特別偏軟 哎什麼叫我不知道我心裡之外發言不知道怎麼弄 怎麼弄它是一張好人牌直接就嚴寶幾張或者嚴殺幾張牌 他就去踩人名身份了 然後王寶寶發言也特別軟 他說什麼在在什麼要溫暖融化我們 我呸你王寶寶這麼賤人的心態還會融化你 所以我當十二號爆出要驗李景 我就覺得十二號像是張真語言家牌好嗎 你五號你如果是張好人牌請你把三號踩死 踩不出三號最後沒有人歸票 沒有人歸票是吧 反正五號你也只能歸三號 然後我們自己carry自己的 萬一我們投錯了你們狼人也贏不了 只要我能認出八號是張好人牌就行 蠻帥的了 龍中你沒發言之前我還認你是張好人牌 首先他是有兩位驗人的我認你那個邏輯 就他說七八PK他應該是第一張牌想念八號 這個邏輯我認的 那麼他警匯色代表什麼呢 就是兩張好人牌 他第二晚上還有驗人啊 對吧就第一天白天獵人把十一號帶走了 他的警匯流當時留的是十一中五對吧 他警匯流本來我五號就在他第二張警匯流裡面 就在第二天的驗人裡面 他第一天去驗了八第二天 包括那十一號也死了 他不來驗我五號這張牌 那請問他驗哪張牌 驗你四號牌嗎 驗你三號牌嗎 你覺得我五號不是一張精水牌嗎 他把警匯撕了一定是驗到兩張精水 那我五號本來就在他第二天的警匯流裡面 那我一定是一張精水牌 你今天還來盤我 所以我就覺得你聊得老怪的 如果你不來打我 你直接出三七我還能認下你這張牌 但是呢我想一下警匠 確實李景他自爆那個點蠻怪的 但你點了他之後他就自爆了 其實包括你做的來聊我的話 你是有你是做了幾張狼牌的 老怪了 你不要點頭你不要入場外 但是我最好處的就是八號牌 十號牌是十號吧 還有我這張五號牌 我們是沒有讓身份的 除了擦掉了一張瓶瓶水牌 所以說如果這輪 就你們只要能認我 認我是一張精水牌 就是他們兩個人裡面出 想一下出誰呢 神哥啊 本來我第一位是認你的 你這輪來聊我老怪的 我想一下 今天如果出錯了 明天他們刀一刀 也不一定刀得準 想一下 三四皮推把自由頭髮 我不歸了 默契發言完畢 親手投票 三二一 三號三票 五號一票 四號一票 三號出局 請留意 是不是結束嗎 沒結束 我要對話 不可以對話 默默留什麼好問的 就是很一眼吧 龍哥你還問遊戲節目結束 對吧 不是 那你覺得五號牌發言好嗎 你投我三 總共你就一開始想好要投我三了 你還做做的說五號一定要歸三 那三號在某打你這張牌的情況下 你的這 哦 五號在某打你這張牌的情況下 你這一票能投到三號上來 對吧 那我認為龍哥是這張狼牌 我覺得八號投的是對的 你這八號三號牌 八號舉到你頭上了 那麼出八之前要先出你這張四號牌 那 而且 我覺得這張金水牌用一按出來 簡直就 怎麼說呢 就是你 你怎麼能邏輯能認到我 三號是一張龍人牌 今天加油把我放下了對吧 那邊 這邊抱我一張茶沙牌 然後你來說我是一張龍人牌 那你覺得我的發言哪裡不好 你也可以告訴我我下回進步一下好吧 就我哪有問題 你可以跟我講下一輪的時候 就是 所以看到睦睦姐姐的視頻 是什麼樣拼命就問一下 睦睦教你玩 來哦 然後我想說龍哥那天 就是警察號票出七的時候 龍哥出了一張二號牌 其實是一張不敢衝票 又 就是有點那種很做作行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龍哥試著一張 而且我的邏輯沒錯吧 就是他到底會問一下如何認 請問就是你們再 你們回想一下 如果你們自己是一張 底牌是一張好人牌 你們聽完我發言是什麼感受 好吧 有可能覺得我是一張搗亂的牌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站的視角 是因為我自己在這邊亂炸身份 但是你們如果作為好人牌 你們聽完我發言是什麼感受 是直接認下十二號這樣演家了嗎 我不知道 反正龍哥就認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你們 龍哥既然 而且龍哥這局發言很奇怪 他說我們認了八號這張牌 只要認了一張老人就沒法玩 他就是想拉八號的票 他八號反手投了一張四號牌 八號一定是一張好人牌 如果八號是一張老人牌 八號就跟著你走就行了 所以八號一定是一張好人牌 是你龍哥告訴我的 那麼我覺得 最後一輪就四五PK了 我倾向於出這張四號牌 因為我認為以他的配置 最後PK的時候 無論如何 不會舉到我三號投上來的 那要不就報吧 哎這樣吧 龍哥給你最後一刀努力好嗎 看你能不能刀到過了 哈哈哈哈 天黑請閉眼 天黑請閉眼 來大家 聊了視角關掉 好吧 你就刀吧 加油 哎木木 給我們狼人一點空間啊 就說了 對了 你看到我們狼人的底牌了嗎 你跟老師說他 好的 來給我個狼奇 給我個刀法 快不要給眼神啊 嗯 我看 幹嘛啦 最後一刀呀 哈哈哈哈 這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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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全部這也這 這也這也這 我真發現他還出不去嗎 龍哥你別刀我 兩組次他得罪 就是不要不要講話 等會等會再討論 等會再討論 再討論 我只要聽到場上 有一個好人說 立馬告訴我狼同伴 怎麼刀了 嗯 刀平民 好遊戲結束 好人勝利 最後一個白吃你不刀 不是女巫一定是 你有病啊 老子爹爹跟你說的 他要是個女巫啊 女巫 怎麼還能不開圖 女巫 那他根本不開圖呢 女巫啊 你是誰啊 媽咪她是女巫 她是女巫還能活著的 她是個好人 她是個平民出去 我還能活著 她肯定是個女巫 她不知道刀型 她以為我們是刀了人家 哦 差點我看瑞 結果 這才是真的人家的狀況 我都跟你說了 不行 你就自保 別浪費我們時間 慢了 以後她不開圖了 那你意思 老子自保 幹嘛去倒陪你啊 不是她是好女巫 她一定請她吃毒 這場上第二錢 我都沒吃毒 還能有女巫這個項目的 小姐是 我都不想要 你這個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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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驗八 然後只能再幾個 這個人怎麼那麼蠢啊 七個子爆吧 你只要一張 一張 你那個人已經沒得變了 我知道 金雪十到神盤 對 三抽菊 要沒有 他犯不出白癡就是死了 這個人還能是個白癡的 那要是你幾個 你要是沒牛了 那能不能換個隊友啊 這個人就爬著桌上來看你 他阿嬤排了 好錯 他不是女的 是啥 所以說你沒懂 因為我最後 我能不能换个队友啊 哈哈哈 哎 我能够 我能够 哎 我真的以为赢了 我能够赢了 哎 我说三是个白痴 三扛推了 不是 十一刀一定结束了 我不是那女婚吗 她还不开毒啊 她以为太平了 我没以为到人家去了 她当然不开毒了 她自爆的收益就是要到你 其实已经有点赖了 上帝已经问我了 确认吧 我就知道肯定是我中刀 想想算的 上帝一问确认吧 我就知道是我中刀了 但是因为你就是场外的 她就是场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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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读手吗 她呀 警察我就认为她是个狼的 哎 毕竟你没睁眼 我肯定要跟你 不是 晚上啊 他们一个人都不订话 你说的是王宝华书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你不睁眼 你刚才误会 所以我 你跟我说都 没有没有 我的本事说 他跟他朋友打抖一百块钱 说我是在音乐家了 所以没有 其实你是场外 不是 不是啊 我那天我也没有 我以为肯定是刀十二号 没有谁的蛋 所以我刀了一个 我刀了一个 我的蛋 我这个有这样的话 你会开毒的 说他自爆刀了 愿家 如果这里都说好 我一定开毒 他说他跟他朋友 打了一百块 说我是个愿家 我就不能自爆一张 所以 还有就是第二天 如果选警王宝华退水 我会让王宝华一张好人牌的 好萌萌 哎呦 反正我们好人 反过来抱你一个小小小小 哎 不是 你会和王宝华一的 你都很青年 说三号 他干嘛 他这个情况你知道 我听说你 二床山山的 他死了 都没有杀的 七神山的 教教的 我愿意 不是 不是 这不关系 我真的以为有关系 他怎么能认起来 我真的以为你们都还在 你怎么发个谷 因为我发个谷 我也记得这个傻逼插话了 他的发言 我一直在拿这个手拿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全然认识你都不过 这么来 他妈的意思不下了 他在杀掉 你第二天不吃毒 女巫肯定不在来了 女巫不懂 三天都不开毒 女巫肯定都不在了 女巫一般第三天最晚最晚 但我实在没想到 我又会不杀毒 但不你跟女巫 他又不知道自己的 他不真死的呀 他以为我们去刀院家的宝宝 其实我是这么知道 你那个位置 我吵外 你那个位置你就这么说 你为什么又吵外两个女巫 我是个女巫 我只是名創名創女巫 我就说你是个女巫 我跳身份 吴你有身份跳成了 没身份我记得还把你毒了 他没有身份 我还在直接到死 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 他是不确定 他买我的票 他这时候特别 他紧张吧 他认得你会吃 我真的以为我赢了 我真的以为我赢了 我记得 我不要玩 然后你就说 情供不出局 不要不要不要 睡觉想得好玩 好吧 睡觉想得好玩 睡觉想得好玩 睡觉想得好 哎呀 雪牙膏 雪牙膏 我跟他真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用我所有的演技 骗了黑色的一粒子弹 有什么用呢 等我再想再想 老子 老子用了毕生功力找到鱼物 结果我拿同盘说 真的有 我还在找 在这种逆境之下 我这个天使 他说八女 十 都可以是想一想 让他你第一次回答 真的 我觉得 这张金水牌肯定是带身份的 那张什么牌 就我本来再想 我就说 戴上好 忽然就往那边看 看着他怎么戴上好 就照大眼睛这样 噗噗噗噗地看着我 真是 我怕戴完他那瞬间 忽然眼睛就表情就僵下来 然后对着我马赛 我晚上的月亮 没有就没有看过 好气啊 不好气啊 等我 不好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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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那些 那些是个鱼龙 然后呢 诶 等一下等一下 污套是讲的 来 白狼是圣诞 证诺 200竹子安慰了 然后他有两个礼物 就是只能发两个礼物 一个好礼物 一个坏礼物 好礼物是可以 自己都不能给 两个礼物都不能给自己 只能给别人 好礼物就是让这个人 拥有 差评 让别人变票 先听规则 他懂的呀 变票的权利 比如说我是圣诞小男 我给他 他到时候投完票 我会宣布他收到一个好礼物 他就可以改任一个人的票 改成任一个票 然后坏礼物就是 我是圣诞小男 我给他一个坏礼物 他自己的人的票 就弃掉了 警长1.5票就直接弃掉 如果给警长的话 圣诞小狼 验出来是精神了 也就是说精神 有可能也是狼 圣诞小狼是不正眼的 三个狼全部出局了以后 圣诞小狼才可以起来盗人 嗯 没有呆诞小狼 没有呆诞小狼 我把人拆不上 她这么近都可以了 你看我刀 我接受了 找个人 我们简化了 简化了 直接什么 就只能改派遣 只能什么 外女 花粒 我的打造的 給10 只有我把對2 Dia買了 都知道圣诞小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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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小狼不起来的 都要搞错了 圣诞小狼四成四名 25名是吧 圣诞小狼厌道是狠人的吗 对 他是只瘾狼 但是我觉得你那场应该打十 那就完美了 圣诞小狼没尽眼 这些是帮狼 又不是说帮狼 是吧 我感觉我是一张猎人牌 你们再来刀一张 反正第三天晚上 不管山长有没有死 第三天晚上我会叫圣诞小狼起来 给他手势的 缺一张吗 13个人 缺我一张 我昨天其实男愿 在画像也很重 好 好 好